你透過命盤上面你會知道說 現在出去找房子 或是去買房子 會不會買到風水有問題的房子 大家好 分亂2020年快要結束了 我們在競爭中的時候出了改運1 一樣的受到大家熱熱的迴響 人跟環境是整個命理學最主要的結構 改運1在講你怎麼改變你自己 那時空環境怎麼辦呢 時空環境啊 風水呢是生活環境裡面很大的一環 我的居住環境怎麼樣 我辦公的環境怎麼樣 就會去影響到我的運勢的狀況 這是為什麼風水學在命理學裡面呢 如此的重要 改運2即將在民主出書位 改運2呢主要我們就在談風水 大家都也都知道說 我們需要看風水 然後需要透過風水的學問 來影響我們的生活環境 讓我們可以運勢變得更好一點 可以招財招桃花可以多一點可以納氣 其實變得更旺 但是呢 許多許多的風水的書籍呢 在看起來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覺得太艱深 可能要被八卦禿 一些專有的術語 以上的我們出書就是這樣子 讓大家簡單易懂 可是簡單易懂又不是簡單到很粗淺的啦 或是忘文生意啊 或是那個看圖說故事 而是簡單之外呢 我們還要讓你了解原理 然後透過了解原理 你就會知道說實際上你自己該怎麼運用 第二個情況就是啊 絕大多數的命理書呢 它並不會去討論到你自己個人的情況 事實上呢風水啊 就好像我們在穿衣服一樣 劉德華身上穿的衣服穿到我身上 那我可能會很難看 風水學呢 它必須要量身定做 改運2裡面 我們談到了啊 你如何利用你的紫薇命盤 去對應你的風水情況 當然沒有學過紫薇的人 可不可以看這本書呢 當然也可以 因為我們在書上呢 很簡單的告訴你 在App裡面輸入了你自己的命盤 然後就可以對應你盤上的填載功 再來去對應風水實上的概念 那我們會清楚的講這一段 怎麼看你的命盤 去對應你自己的風水狀況 並且呢 告訴你說 風水學上面呢 一些基礎的概念 那透過基礎的概念 你就會知道 真正風水學在談什麼樣的事情 譬如說 你在命盤上面 怎麼樣的看出說 其實你現在居住的狀況 風水是有問題的 你透過命盤上面 你會知道說 現在出去找房子 或是去買房子 會不會買到風水有問題的房子 從命盤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你做這個風水呢 你聽說的那些坊間所謂的那種 那種對風水的看法 是不是有問題的 我們會從原理的部分 來告訴你這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常聽到講說 開門不能建造 打開門不能看到廚房 但打開門不能看到廚房 很多豪宅都是這個樣子 打開門它有個中島式開放廚房 那那個豪宅難道爛掉的嗎 那個有錢人難道住進去之後 從此就兵敗如山倒嗎 當然不是這個概念 有很多很多風水上面 以而傳而產生出來的禁忌 到底是不是對的 在這本書裡面呢 我們會詳細的為大家介紹 簡單來講 我們不跟你談 要讓你用很複雜的羅盤 單純用你簡單自己的命盤 就可以對應你自己的需要 然後告訴你風水學上面 它真正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利用這種科學的原理跟解釋 來讓你很快的了解 在風水學上面 要怎麼去運用 讓風水回歸到 它原始的價值 也就是它希望 人的居住環境可以快樂 那快樂之後 你心情就會好 心情好之後 遇事當然就會改變 這本書即將要在 12月22號 在伯克萊上架 然後還有在各大連署書店呢 也都會上架販售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 謝謝